不过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国际的部分 因为接下来这些都跟台湾非常息息相关的 我要先请教一下左教授 因为传出美国的刚选出来的议长 麦卡锡即将在春天来访问台湾 这是在1月23号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所写出来的 美国国目正在为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今年稍后访谈做准备 但是大家都认为说此举可能会再度的推升台海紧张的情势 现在在规划麦卡锡访台的行程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除了考量安全后勤之外呢 还要考虑到北京当局的回应 那当然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就说了 这个普莱斯说现在不清楚麦卡锡 是不是要宣布任何的旅行计划 因为这个部分他们不愿意讲 但是看到已经传出 应该是在三四月部分 可能在春天的时候就会访台 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跳出来 看到是王定宇今天跳出来 请导播给我们看一下那张 说谁邀请他来的 原来王定宇自己跳出来说 就是我就是我 我请他来的 王定宇今天因为传出来麦卡锡 是三四月要来的时候 他说去年九月的时候呢 就提出了邀请麦卡锡的邀请 当时麦卡锡是少数领袖党的身份邀请 那宋教邀请他的时候呢 他定宇 我王定宇就已经有代表游席婚院长宋教 感谢裴洛西八月访谈 他自己就讲了 我就是我来邀请我特别飞到的美国去 邀请了这个新任的麦卡锡议长 在今年春天要率团访台 这个时候跳出来讲说 你看就是我啦 我去我去这个去邀请的你看 好那很多网友就讲了 说哎这个血换钱又要去填坑了 那说哎人家来台都是有目的的 是来收保护费的 居然台湾有这种牵线客 那上一次呢 譬佛西来了 没了台湾台海中线 这一次可能会呢 兼20天天都在领空打转 那有人就说 这种立委真的是 troublemaker 那另外还能说 真的是祸国殃民啊 莫此为胜的 那有人说民进党就是中共的侧翼的 该死的王定宇勾结了美国制造 中共军机绕台借款洋洋得意 另外有人说只有民进党 这个党匪人才会嗨成这个样子 真的是太丢人现眼了 左教授怎么看 就说这个麦卡锡呢 在三四月的时候传出 就会来台湾的访问 那大家都认为说 去年裴洛西来的时候 已经造成这么严重的 台海的一个紧张的情势 那如果麦卡锡来的话 可能这个对于这个未来 可能还有很多的不定数 分两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我先讲一下 这个王定宇的部分 就是王定宇为什么要跳出来说 是他去邀请 对 这个我认为是非常有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布局 他简单来说 这个是为行政部门谢责 欲做安排 因为我有听到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吴钊燮好像在之前有 在跟国际友人在会面的时候 因为也提到了这个 因为当时有人谈到 就是麦卡锡有可能来台湾的事情 那么感觉上吴钊燮有一些为难 但我不晓得这是真的假的 以及吴钊燮的那种表态 到底是真心的还是虚伪的 但是用王定宇出面 那个事实表示就是说 未来如果比如像真的情势很不好 要不让他来的时候 是不是由立法院出来扮黑脸说 那我们就不邀请他来呢 所以他还可以有另外一个方式 说到时候要是情势觉得不妥的时候 大家记得在去年的时候 肖美琴曾经 就曾经有一个新闻报道说 肖美琴有转达就是说 表达要撤回邀请 然后后来这个因为裴洛西坚持 然后最后他还是来了 那现在你用立法院出面 就不是政府部门出面了 但是肖美琴也说 他过年期间这几天 他们也都非常的忙碌 对 他是说他非常忙碌 但他并没有说 他有没有参与在这件事情里头 所以我看这个王定宇的这个表态 跟我所听到吴钊仙这个表态 我把两个串联在一起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为了金蝉退壳的一种安排 对 万一未来真的情势不妙 那不只是说台海情势紧张 而且连民众都反弹 对 那民进党会不会就最后由立法院来扮演这个黑脸 说那我就拒绝你来 对 或者我撤回我的邀请 对 或者他来了蔡英文不见他 但我觉得蔡英文没有这个勇气了 她没有说过的勇气 她真的来了 她真的来了 她绝对不敢不见他了 对 你像那个裴洛西跑到韩国去 韩国总统就不见他 那你蔡英文有没有这个勇气 我看是没有 所以很可能就是由立法院来做这个黑脸 就是说一个是撤回 一个就是说到时候就全部都推到立法院去 就行政部门就保持距离 那我认为这个是我看到王定宇这个表态 王定宇的这个说法 我认为他背后有这么一个铺排的味道在里头 当然值得我们后续来观察 第二个 麦卡锡来到底大陆会怎么反应 对 大概大家现在通通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那有的人认为说 就是说大陆应该 大陆 第一个我觉得毫庸置疑 大陆一定会反应 对 这是毋庸置疑的 想都不用想一定会反应 只是说他的动作跟力度有多大 但是问题是说他会升高还是会降低 我看那个有的媒体南华早报 就最近有一篇报道谈到这个 他就认为说 他访问了一些解放军退役的 退役的军官 他认为说大陆可能反应会比上一次要降低 降低 对 会降低 那因为他没有提供解释嘛 对 所以我自己的解释就是说如果要说降低很合理的就是说 第一个上次是裴洛西是民主党嘛 对 那这一次是 共和党 这个共和党嘛 所以说你可以说这是因为跟拜登本来就不同政党 没有办法 影响他嘛 第二个就是说上一次是在大陆二十大之前 对 所以大陆一定要强硬 上一次是等于美国其中选举之前 拜登也不能退缩 对 所以上次两个等于是强碰了 那这一次双方的弹性会大一点 所以说是不是会使得他有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去化解这个问题 使他的反应的强度没有那么强 我觉得不可能没有反应 一定有反应 那反应的强度要多强 当然也要评估就是说他反应之后 对台湾对美国所带来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要整体来评估 但是如果他是今年上半年来 那当然可以想见嘛 他一定比下半年来好嘛 你下半年等到选举前来 就会影响到台湾选举的结果 那我认为如果麦卡锡在上半年来相对来讲 他的影响就会比下半年来好一些 所以才会这么急 因为之前我们听到的讯息是可能会七八月夏天的时候来 但是现在看起来他的时间好像往前提了 变成在春天的时候 对那我其实这个前两天不是说纽约时报报道 说肖美琴真的这个在华府神通广大 说跟这个国安会啊 跟这个国务院都有很密切的很频繁的沟通 那我希望肖美琴能够发挥他的角色 真的把这一趟的访问真的最好 其实真的是不要来是比较好啦 真的是不要来比较好 因为当然我不是反对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升级 我认为越多国际有人来帮助台湾 我们应该越是要张开双臂来欢迎 问题就是说你来了以后 你给台湾带来实际上什么好处 实际上什么样的帮助 那你如果把台湾当作 只是当作是一个作秀的舞台 那我觉得对台湾就没有好处啊 你如果来你说我有一个具体的方案 让台湾的安全更坚实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谈啊 对不对如果你只是来这边作秀 没有看到你有任何实质的议题进来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蔡政府是不是 你如果真的就像我所听到吴钊线那样的态度 我认为你还是可以更积极一点 怎么样让这样子的事情去降低它的伤害 对你不愿意得罪它 你最起码要想什么样的方法降低它的伤害 我认为这是蔡政府应该要努力去做的 因为最后受伤的不是只有民进党 是整个台湾都会受伤啊 所以你要从我们整个国家的利益去考量 这样子的访问到底对台湾的帮助在哪里 你要讲清楚啊 那你想清楚如果真的帮助不如伤害来得大 那是不是你就要运用你私下的管道去避免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认为更坏的情况就是 如果民进党完全不从国家的利益考量 纯粹从它个别政党的角度来考量 那么它可能就要安排在下半年 那我认为那就是一个灾难的开始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 它就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保险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